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纯牛奶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外面卖88一份 自己在家做 简单又实惠 和我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盒快过期的纯牛奶 家里喝不完的牛奶 千万不要扔了 学会这个做法 一周吃八次都不会腻 把牛奶倒入碗中放一边备用 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把蛋黄分离出去 然后倒入适量的白砂糖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打散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麻烦您给个小红星鼓励下吧 非常感谢 把搅匀的蛋清倒入牛奶中 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一步能让蛋清和牛奶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然后用蜜肉过滤一下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细腻 再封上保鲜膜 扎上几个小孔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空碗中加入葡萄干 再加入一勺面粉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葡萄干表面褶皱里面的杂质 清洗干净 再多洗几遍 直至把水洗清为止 现在也蒸好了 再放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还有葡萄干 再撒上白芝麻 一道爽滑奶香味十足的双皮奶 就做好了 想吃不愿意做 你家谁做饭 你就发给谁 让它做给你吃 你学会了吗